本期节目由穿越火线枪战王者冠农播出 军武大本营 张老师咱们又见面了 今天在咱们现场是萨苏老师 老朋友 我们认识了很长时间了 最喜欢听他讲故事 讲历史的故事 然后今天萨老师一来就摆桌上这么多的书 都是他搜集的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待会我们都会跟大家聊到 但是今天我也有一本书 这是最近网友讨论比较多的 是你写的 不是我写不出日本字来 这是一位日本在中国的留学生写的 但这个书特别好玩的地方是在于 这个日本留学生到中国之后看了很多的抗日神剧 跟他们日本有关系嘛 然后看完之后就觉得有点 说不上来的感觉 观后感 对对对 就整理出了这么一本书 里边都是些什么呢 您给翻译一下 我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第一张都不用看他的字啊 就是一看这张图 肯定对日本人冲击的就非常强 因为在第二次协议大战之中 日本军队是没有女军人的 也没有女军官的 居然中国人能够给他们发明出来 就是日军的女士制服 对对日本人来说 他肯定看了以后都目瞪口 哇原来我们要这样的人 这个 怪不得这个日本女军人是在C位上 还有金钱 对对对 这个是肯定不可能出现的 他们历史上也没有 没有的 这张这个封面就说明了 它冲击力之大 这就是里面的画面嘛 就说张将军 我估计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 就是日本人 他们看了以后 肯定是冲击力很大 我们看了以后 难道冲击力不大吗 这个抗日神剧里面出现 这样新怪状的事情 是吧 这个我真不知道 这个状态怎么打 抗日神剧里面出现过的很多 特别不靠谱的一些历史啊 一些造型啊 一些情节啊 就像做了个梳理 就像一个字典一样 就是列举了一下 罗列了一下 让日本人知道说 原来还有这么一个情况 不过我们之前跟萨苏老师 聊起这事啊 也说到这个 关于抗战的剧的时候 萨苏老师反而有一些 他自己的观点 就说咱们有时候看一些抗战的剧里边 好像有些情节啊 不是很真实 或者说感觉不太像真的 但实际上据他的考证 还还真是有有据可查是吗 有些还是 他这里面有些那种啊 我认为他所谓的抗战神剧 主要还是因为不了解历史 他如果了解历史以后 他可能写的就完全不是这样 还能写的也很精彩 你看比如说他这里面啊 咱们一说抗战神剧的时候 有很多的时候就出现这么女拔鹿啊 什么女新四军啊 或者说这些女战士 怎么跟日军进行搏斗 我推测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情节呢 可能因为剧组男女是平衡的 是吧 你狂说男演员在上面演好像有点问题 女生干什么呢 但实际上在历史上 我们的军队之中有很多这个 女拔鹿啊什么的 他们打的确实很不错的 甚至有些情节呢 可能会比抗战神剧更精彩 嗯 您给讲讲 举个例子来说 那个咱们在抗战之中有很多这个 鹰烈啊 比如说遇到敌人的时候 宁死不屈 壮烈牺牲的这样是很多的 但是也有一位呢 就是女战士 我们记住她是什么呢 就是她 这个被敌人逼到屋子里了 嗯 那这个时候无路可退了 怎么办呢 就是拉手榴弹 准备以身殉国 就拉了手榴弹以后 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鬼子炸死了 他活下来了 这个让我还觉得很吃惊 开始我还觉得这个事 是不是有点不太靠谱 但这个资料呢 实际上来自于交通工学的记录 说是什么事呢 就是1942年日军大扫荡的时候 当时我们交通工学呢 就开始后撤 那就 因为交通工学它是个中专嘛 它基本的学生是没武装的 我估计咱们现在院校一般 也不会品质配枪吧 学员也不会 不配枪 也不配枪 那是 那还好 那就跟那时候传统是差不多的 那么他们那时候也是这样 嗯 那么战斗力比较弱 就要躲着日军的兵风来走 他们就躲到了一个小村庄里面 当然这个我们的传统嘛 呃 您可以说是咱们解放军的传统 如果进村 咱们应该是做什么事情呢 军民一致嘛 挑水 扫地 全说到底 帮着老百姓干活 你说我当兵那会儿都是这样吗 帮老乡家 帮老乡家扫地挑水 然后老乡 塞给 鸡蛋 口袋里边那个鸡蛋 红枣 红枣 花生 我们坚决不要 这这都是我自己经历的 真是的 住在老百姓家里边炕上 拉链嘛啊 老百姓说哦 你们真是啊 像老八路一样交东嘛 我在交东里面 我主要是当兵都是在交动 那么交动 老根基地嘛 嗯 结果他们这个部队 结果他们这一次呢 出了问题了 就原来我们有有军叫赵宝源 赵宝源这个部队呢 他是呃 原来是在维码军队里面的 然后反出来以后呢 变成了国民党军 但是国民党又对他不好 呃 也不给他补给 也不什么 就到了抗战中期的时候 在这一次大扫荡 他啪一下就投到日本那边去 嗯 他投到日本那边去可就麻烦了 因为我们本来是准备 从他的防区里穿过去 就逃脱开日军的这个封锁线嘛 这个这个仗就打得很残酷了 过不去了嘛 过不去了 当时还出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先不说这个女麻路的事情 就说这个前线打成什么样呢 许事有司令员都上前线了 打到中间 突然就看到周围的同志里面 有一位在那喊 给我一支枪 给我一支枪 说这是谁 你看是谁呢 反战同盟的小林青 日本的这个反战同盟 原来我们是给日本反战同盟不发枪的 嗯 怕他们拿着枪的话 万一他突然脑子一样短路了 打我们的人怎么办 再有一个他自己的 毕竟是同胞嘛 他打起来 他下不了手怎么办 但是小林青是完全已经认识到这个我们的正义性了 他给我一支枪 他又是机枪射手 这时候就有一个口号就喊响了 就是徐世优寒 徐世优说什么呢 别说我们说 这个日本人不能给他发枪 徐世优说 日本八路也是八路 给他发一支枪 啪就给他发了一个机枪 那旁边他的副射手也是日本人 两个人就在前面 跟八路军一起往前冲 结果呢 这个主力部队就那么杀出去了 但是这个时候 交通工学还不知道 交通工学还在这个村子里面 他们在干嘛呢 就是就像张将军说的 给老百姓挑水啊 什么都什么事 阎云是怎么呢 是在挑着水进了这个院子 把水一放一回头 蹭一个鬼子从这个门进来 这么近的距离 那根本没有地方再跑了 他怎么办呢 刷下就跑到屋子里去了 跑到屋子里去了 但实际上鬼子已经看到他了 所以鬼子马上就追进院子里 他一看怎么办 这桌子上呢 没有枪 但是有他 就是给他们女生发的 自我保护的手榴弹 就抓了一个手榴弹呢 就藏着 就钻到炕洞里去了 因为交通咱们有大炕嘛 他就钻到大炕里去了 那鬼子你想 就这么点地方还能找不着你 就开始就进来以后 好几个鬼子就开始 找到那儿 一看就在炕洞里嘛 那鬼子就拿大枪 就往那个炕洞里面扎 扎他 然后那个要抓他 抓他他一看就没办法了 这个要是出去的话 肯定没有好嘛 然后他也革命也很坚决 他就把这手榴弹 一拉起来就自杀了 就决定 决定英明就义了 结果 这个手榴弹一炸呢 这个房顶都冒烟了 老乡们后来回忆 说当时呢 他这个一炸 这个有一个鬼子呢 正好从外面往里看 就要看他在哪 就手榴弹 他对女孩子胆小 虽然说是准备自尽了 但是手榴弹还没有说 拉在这儿这么拉 他是这样的 就是撇在一边 这个手榴弹呢 正对着这个 康冬的洞口 一拉弦呢 就轰一下爆炸了 这鬼子在外头 撑一下把脸就给炸了 那炕冬整整个成了他的一个盐亭了 但是现在他自己也被炸了 这炕都被炸翻了 那么他就一下就 就就就就 倒在这个 倒在这个 大炕的废墟里面了 就是鬼子就开始拨这个砖呢 就把他扒出来 扒出来一看呢 就估计他满脸是血嘛 估计他已经死了 但是鬼子也不饶他呀 就拿那个刺刀枪啊 就戳他 戳完了以后 然后鬼子才走 走了以后呢 这村子就被点着了 到了晚上啊 这个山上的这个老师们 就这么就吓得救人了 没找到别人 就找到这个盐云 倒在这个废墟里面 然后身上还都是血 哎呀 大家都觉得这个女孩子挺可惜的 中央哀悼他的时候呢 他突然呻吟了一声 他就觉得很吃惊 说难道还活着吗 就把他抬出来抢救嘛 前一次结果 发现最重的伤 您猜猜是在什么地方 最重的伤啊 是手电弹把这小指炸掉了 把小指炸掉了 还有呢 头皮被一块蛋片擦进去以后呢 把这个头皮削掉了 就是那抗洞保护好了 其实我后来发现 可能不是说抗洞的问题 不信您试试 就是您当初在海军的时候 你们用手电弹拉一个试试 就再大的抗洞估计也没戏了 我觉得跟那个手电弹有关系 他们说是呢 就是手电弹呢 是咱们这个就是 八路军的兵工厂土造的 就是那种黑火药的手电弹 它这个手电弹呢 也是黑火药 就跟一个大炮仗一样嘛 一爆炸 一炸两半 把对面这个弹片往外打 把鬼子炸死了 它正好在弹尾的方向 等于这块正好有个安全区 还是运气非常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其实跟军事有关 所以我要考考张将军了 为什么鬼子插了那么多刺刀 没把它怎么样 首先我先说啊 它是在冬季 因为它穿着绵军服 这个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因素 跟那个鬼子使用的武器有关 你能不能想出来 刺刀 那不是这三八大盖吗 当然是都是三八大盖吗 这下说到点子上了 鬼子用的叫三八大盖 这个呢是二战之中最长的枪 一米四多 一米四多 它为什么要弄那么长 那个枪呢 三八大盖那个枪比 大多数日本鬼子长得都高 一米四 枪加上刺刀以后都比他们高 好多好多日本人都没那么高 那会儿日本人小 长得小 现在当然长得格好 一米四 一米四 所以那用起来不是的 它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刺刀呢 关键就在于 你的那个枪太长 但是呢 咱们交通的那个 一般的农村的房子比较矮 对 它近距离使不上劲 它这个枪往上一抬就打到房底 对 近距离 它使不上劲 近距离使不上劲 所以这个 一抬一抬 它根本就使不上劲 就没有 没把它扎到要害 就这样 它就活下来了 活下来 然后就抢救就没事了 我就觉得这个事啊 当时我看完这个事 我因为采访过 他坐着董人堂 我觉得虽然这个 让我觉得 有点匪夷所思 但是还是觉得很精彩 我就写在我的博客上了 结果写在博客上以后 没多久呢 就让我打电话 说这个严云这个事情啊 也不完全是你说的这样 其实有几个细节 还要纠正一下 怎么样怎么样 哎 我想这个人 好像很了解这个事啊 就问他 我说那你 能不能告诉我 说这个 这个你到底 怎么会了解到这个事情 难道说你 当年采访过严云吗 是吧 在世的时候采访过 老太太 说 他就是 他就是 他在那边家的 然后说是 我说他那个 您什么时候采访 他就在旁边 当时我就目瞪口袋 还有这样的事 因为他确实 在山东解放之后呢 他没有留在山东 他后来去的是南方 在南方工作 然后就这样才知道 就确实是 抗战中 就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说这种真实的事情 为什么不在我们这个电视剧里面表现 其实这是真实的事情 其实刚才你讲这个东西 我就在想 我就在想 就是你刚才讲这个 就是多好 就是说 现在咱们抗战的那些人啊 就慢慢慢慢在 原来都在我们身边 像我小的时候 在农村的时候 周围那些个人 好像大部分都是 经历过抗战 爷爷奶奶那一辈 包括父辈上 都是这样的 现在慢慢慢慢都离开我们了 但是很少有人想到去 采访他们 做口述历史 就念自己的孙子 儿子也没有说 自己的父亲 问问他当时抗战是怎么回事 我们就没有这个传统 然后慢慢的呢 就是形成了这样的抗战神剧 在那湖边滥造 像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些个 铁道游击队啊 红日啊 林海雪园啊 包括那个作者 都是我们崇拜的英雄 曲波 写了林海雪园 对不对 就那个时候就感觉 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以后慢慢慢慢 我搞精神研究就发现 他们本身就是经历者 就这些个 所有的当时写小说的 作者像曲波 就是写林海雪园 他本身他就是 亲历了那样一个故事 他写的身边的那些个人 都成了书里边的英雄人物 每一个人主角 都是他自己的战友 然后我们就拍的那些个地道战 地雷战 第一版的那个南征北战 红日 包括这些 这些当时巴黎电视片上 那些演员 他们都参加过战斗 我当兵的时候 我都74年 70年到74年的兵 我们当时团里边的团长 都参加过抗战 大家好 我是吴信蕾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国产枪线 我手上这支95是突击步枪 对于军迷来说 是再熟悉不过了 他作为95枪族的一员 使用中国独创的 5.8毫米枪弹 是当之无愧的 解放军主力轻武器 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就5.8枪族吧 因为大家都是5.8口径的 他大概背景就是 小口径这一套学说 我们知道国外是 很多年前就已经搞小口径了 我们中国起步的相对来说 比较晚一些 在他们之后 小口径枪弹 重量小 初速高 而一般多数的步兵战斗距离 也在400米以内 在满足此距离杀伤力的同时 小口径可以降低弹药的重量 提高鞋弹的数量 在经过无数的论证和实验后 1978年我国终于决定 新一代小口径自动步枪 采用5.8毫米口径 并在1995年完成 95式5.8毫米自动步枪的定型 这种枪它叫无托式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弹侠后制 无托步枪的时代开始的时候 首先就是说 我们的机械化步兵时代开始 有很多朋友们就说 95系列步枪 5.8系列的枪族 有很多的诟病 我先说这个无托式步枪 它其实还是非常有用的 比如说在装甲车 装甲运兵车里面待着的时候 在跳伞的时候 它可能会由于枪体非常小 携带比较方便 我CQB作战的时候 你真的那种有托式步枪 我一定会把它枪托给折叠起来的 你不管是Skyr G36 还是什么东西也好 很可能会钻洞 你很可能会从窗户上爬过去 床门在这 我完全可以这样去拿枪 把脸贴到这个位置 这样去看 因为距离很近 根本就不需要瞄准 我枪管只向哪 开枪就行了 但是不管什么步枪 无托步枪也好 有托步枪也好 它们都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 作为一个无托步枪的老玩家 最让我感到郁闷的是 用这种步枪握自射击 由于弹匣后置和较高的瞄准极限 再加上现代作战 杜皮贤厚厚的装具 使握自射击真的是非常的难受 尤其在射击仰角目标的时候 是挺痛苦的 那我如果要是把手臂立起来的话 它是不晃的 蹦蹦蹦 但是这个高度就太高了 那你要是说在穿上防弹 没准再在肚子底下垫起来的话 很痛苦 我们看看传统的那种 弹匣前置的步枪 哎呀 这个舒服呀 甚至我可以把我的左手撒出来 换成一个精度射击的姿势 其实无拖步枪的优缺点 中国工程师是非常明了的 所以在当时就有传统结构和无拖结构两个设计方案 而这支同样使用5.8枪弹的有拖步枪 就是03式突击步枪 03步枪是最晚加入5.8枪族的成员 但是从设计理念和制造工艺上来讲 与世界先进的轻武器相比还是有些差距 我们也期待有更优秀的中国国产枪舰装备部队 如果朋友们想体验这几款枪支 马上下载CF手游 体验热血枪战 还有各种各样的国产武器免费拿 加入穿越火线手游 铁血军营 英雄级武器 国产武器免费拿 张老师您说到这个 我就想起来萨苏老师带过来的这些图了 这里边就有您提到的过去的那些老电影 然后他还做了一些比较 这里边应该是能看出一些细节上比较有趣的东西 这个就是平原游记的老板 李向阳老板 这个你还记得演员是谁吧 顾振青嘛 那时候整个就是大明星啊 那可不是小鲜肉啊 确实是大明星 拿双枪 他双枪李向阳 那么后来这是再拍的新的新版的这个片 双枪李向阳 不让你看出来这两版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李向阳啊 实际上就是老板的在做的时候非常科学 他实际上里面还有很多这个就是很真实的细节 你看比如说双枪李向阳 你仔细看两支枪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呢 你看到这两支枪有什么 这个新版的双枪是一样的 但是老板是不一样的 你看到有什么区别吗 薄克枪 一个薄克枪 对 一个是二把盒子 一个是三把盒子 但是有个问题 一直是带准心的 一直是不带准心的 这个枪没有准心 右手这支枪没有准心 那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就想双枪李向阳这两支枪是干嘛的 对啊 那么人们就会说啊 肯定就是这样 两支枪来回打吧 然后我们想到这是剁牌骨的吧 实际上 这波克枪真不能这么打 你看那个他那个里面 不论是李向阳还是乔龙标 他打薄克枪都是横着打的 这样打 哎 横着打的 他为什么呢 就是我估计张将军平时呢 就是手枪射击可能也经常做 但是你可能对薄克枪不怎么用的吧 因为这个早就没有了 早就没有了 这个薄克枪啊 原来是世界上人都不要的枪 这是德国人造的一种枪 他怎么想的呢 说尽管是我造一支手枪 但是我能上20发的弹架 那打车就是像冲锋枪一样嘛 这个多好啊 那你们用手枪价格买一支冲锋枪 谁不愿意买 就全世界都不买的枪 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枪设计上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射击的时候他往上跳 就是你第一枪瞄在正前方 打完以后呢枪口往上跳了 第二枪再打就上天了 那你想这个 如果你这28打出去 你这是打天上了 打天上去了 你根本就打不到对方了 结果谁买了 就是咱们中国人买 德国人就想了 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会买我们这个破枪 是玩意买这么多 那当然你 你这个枪别人不买就便宜嘛 中国人买了好多这个破枪 后来就问中国人说你们 这个枪你们怎么用啊 你们有没有上跳了 有啊 那你们不怕吗 打不强 打得很好 那你们怎么用 望子一翻就可以了 望子一翻这个上跳就变成横着跳了嘛 那么我一扣板机就是一个扫射 就是一扣板机 这是一种使用的智慧 李向阳那时候使用手枪还真是横着扫 我想起来的一些画面 电影里就是这样的 对 我还在想 但为什么没有准星呢 那么这两支枪就是 两支枪 它为什么双枪呢 其实一支枪和两支枪效果差不多 那么真正实战的时候 这两支枪作用不同 一支枪带准星的 这是用于远战的 就我刚才说 比如横着打这样干这个用 那么另外一支枪战嘛 就是近战 在极近的距离之间交战 因为要拔枪快嘛 你想如果要是说你这个 它叫 伯克枪还有一个名字 叫盒子炮 它是装在一个木盒子里面 如果真的狭入相逢 比如我跟张敬 我们俩人狭入相逢是对手的话 那么我要拔枪的话 要几个动作呢 我要先按黄 然后开盒 然后取枪 开保险 射击五个动作 但是八路军他为了能够简化 得让他快嘛 他就不要这个盒子 这个枪呢 直接就插在腰带 插在皮带上 你要看那个平衡一队 李强强枪就是插在皮带上 那么如果碰到敌人怎么办 没有说按黄开盒 这都不需要了 直接拔枪开保险射击 这马上两个动作就可以完成了 那如果敌人还在这 开盒子的时候 他肯定就被打倒了嘛 因为就为这个原因 他这个枪呢 就把准心锯掉了 那为什么要锯掉准心 因为你在插在腰带上嘛 如果你要往外拔的时候 你要准心的话 你就砍在皮带上 但是这支枪就因为没有准心 他已经不能瞄准了 所以呢 他还需要另外一支枪有准心 以便在远距离 能跟敌人进行战斗 这样的话才出现了 所谓双枪的枪 其实他就是 其实他就是一个 很合理的一个 火力的应用 两支枪 有一支枪是用来 远距离 比方说50米 100米 50米到100米 这个距离上进行瞄准 远距离的时候 我就可以精确的打击敌人 点杀伤 如果跟敌人在50米以内 10米20米 他就可以扫射 就是火力上 就是点面结合 远近结合 使他的杀伤威力达到最大 他其实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那个巴露 要是跟抗联碰上了 他们还会有较量 他们直接会说 说你看看 你们巴露 巴露说你看 我枪就是插在腰里面 一拔就出来了 我没有准心 是吧 抗联会给你看 我枪也没有准心 但是我不是这么插的 他的枪子放在哪呢 倒是插在后背上 两个腰带上 同下往上插 倒插 为什么倒插 因为他跟那个巴露军作战环境 又不一样 巴露军作战环境 比如他经常是 跟敌人狭路相逢 那个抗联 他是经常在 比如说 他还不是这个 不是滑雪 他通常是什么呢 他有的时候是要在敌人 比如就在镇子里面 都是跟鬼子 可能会在很近的距离内 他是化妆的活动 那化妆活动的时候 他们怎么活动 东北人就穿 比较有皮大衣 他呸这个皮大衣 双手背在后面 其实就是双手握着枪的枪棒 他在比如说在走 听人接头 那么这个时候 你从前面看 他一点武装都没有 也是一种伪装的方式 这完全是伪装 但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一旦被人抓 比如说这个鬼子 觉得可疑了 怎么抓他 不是从背后砰 这么一边抓他吗 当你这么一抓他的时候 衣服不要了 就外套就扔给你了 但是这枪从下面一拔 这拔起来的时候 这个枪的这个大鸡头啊 也就是保险 在大腿上一蹭就已经开了 直接开火 所以这个是他的绝活 那后来我们就问说 这个如果不用伯克枪 你们怎么打 那有一个老八路就跟我讲 那是后来到咱们北京市公安局了 那个王牌 金牌侦察员 我打枪 说那我们 他用的鲁子枪 鲁子枪就不像 那个咱们这个 这个伯克枪 它会上跳 鲁子枪呢 就是容易往下扣 因为鲁子枪比较轻 在你射击的时候呢 你看张将军 他们经常做那个 手枪射击可能了解 就是你要是扣板机 这枪要不是太好啊 它自动往下低头 因为你扣的时候 你手往里一扣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枪头 会稍微往下低一点 你瞄的是实环 当你一扣板机的时候 就打到九环或八环去了 那么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他说我就没这个问题 他说我是无意识激发 我是要甩枪 从上往下甩 甩到哪儿 我这手啊 无意识的碰到板机 啪就响了 所以我说无意识激发 我说这个您是确实激发 他后来在北京市 那这样能保证这个准星啊 他一直打得很厉害的 就是有甩枪 这是老兵 老兵干的 他说但是他说我啊 还是输给人了 他说你输给谁了 他说我输给女土匪了 不是你怎么还输给女土匪了 挺漂亮的女土匪 我一看老头都这么大脆 还惦记着呢 还把这个漂亮 着重的强调了一下 其实他是这么回事 那时候呢 就是煽动嘛 那张将军 您在煽动待着 叫焦东姑娘一枝花 叫小马 小马 就是管那个小姑娘 这小马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 但是焦东姑娘呢 都长得漂亮 个儿又高 然后那个长得 脸也白好看 这个女土匪就是这样一个 她呢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这个山寨 整个全投了拔路了 但是我们 拔路军 是跟一般部队不一样的 不是说你收编了就完了 我们要改造你 所以我们这个 那个王老呢 他是奉命去改造 这支部队的 那么改造的过程之中呢 这个女土匪 对他很有意思 因为他外号叫火宝 他平时也是很会开玩笑啊 跟人说 这个女土匪就老凑近 他那时候 处于情窦初开的年龄嘛 有没有结婚 所以肯定也是 对人有点好感 但是他不去接近他 后来我就问他说为什么 他说成分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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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政治觉悟 对 那这个女土匪就老想靠近他 跟他说话 他也不理我 说怎么办 想了想了就有招了 就看见他那打靶 他甩枪 然后土匪你看他那说话 他全记得了 爷子后来跟我描述 说那个女土匪靠近我 然后跟我说 哥哥枪不是这么打的 这么多年还记得很清楚 别的他可以不硬 是吧 但是作为一个军人 我这是多年的老战士 你觉得你来直电 我怎么打枪 那你说枪该怎么打 打这话 你土匪马上告诉他 说哥哥 你那个枪是打死物的 打死物 对对对 打不定吧 打哪指哪 你是打哪指哪 是吧 但是我们打呢 也是甩枪 但是我打是呢 我是那个打哪指哪 说这什么意思 说我是打活物 那你打给我看 你看真不一样 那个咱们这个老八路呢 枪是从上往下这么甩着打 这确实是瞄顶 比如说这个方向 有个敌人 甩下来 啪一枪打枪 他那个枪是掏着打的 就比如一个鸟飞起来 他跟着这个鸟走 跟着走 也是无意识激发 也是无意识激发 现在那个什么叫王毅夫啊 咱们咱们打奥运的 不就是这样吗 就这样打 他打那个叫什么 飞碟之类的 就这样 他就这样 你打活动物 你是眼睛瞄着活物 你打固定把 先看到以后你再打 他是这样的 因为你眼睛先入为主 你把这个目标确定 你能固定吧 是是有道理 有道理 结果呢 就这么着 就跟人聊上了 聊上之后 我说成了吗 没成分不好 他还是很小心 没成 但是有个尾音 什么尾音呢 就是等到他后来 也到了北京了 然后也开始进城 就是后来就三反五反运动了 三反五反运动 他就开始给 那个山洞的老战友写信 就是问 这个大妈怎么样啊 咱们的这个同志们都好吗 土匪们都改造好了吗 然后你跟他回信 回信写什么 反正回信了以后 他又回 一次一次的 给他老战友写信 就是问这地方上 大家的情况 这个老战友 莫名其妙啊 说你为什么这么关心 这个咱们这个老区啊 是吧 当然也有道理 是吧 你可能很怀念这个地方 写了写 突然就有一次 他就写了这么一句话 写什么呢 就是说 某天某天 我在街上呢 又碰到了这个 当年有个女土匪 叫什么 哎呀 他现在也不错了 很进步 都成了党员了 什么时候写了 再没回信 就放心了 拿到这个信以后 后来就问说 这个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战争年代 人和人之间的感情也是 然后他那个老伴 就问他说 你怎么回事 说你看了信以后 乐了半夜 哭了半夜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这是怎么了 说没有什么 这个就是领导表扬我了 说领导表扬你这个 一直没搞明明 是怎么回事 但是这个事情呢 就说明 当时还是 真是有很多 有魅力的东西 完全可以做到 影视剧里面去 对了 这个还说一下 一会把王 三个子 咱们给他替换下去 我换一下名字 别用那个人真名 我一下子 把人真名落了 老太太还在世呢 四季章老师 我觉得听萨斯老师 讲这些故事 你可以看到 历史很多不同的面 可以看到里边 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们是怎么生活 就原来我们那个时候 我记得 二十一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一直往前追溯 毛日记在 延安文医会 做他们的讲话 那个时候都提倡什么呢 就是你写剧本的人 写小说的人 就搞这种 唯一创作的人 包括演员 都必须要深入生活 你要演一个农村 你到农村去生活 起码半年一年 眼力双双 你必须到那个地方去 你如果你不体验生活呢 你就没有办法 你看那动作 都是假的 刚才拿枪 他以为两个枪 都拿平起了才行 就是说你必须是 有这样的一些体验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这样的一个传统 就慢慢地没有了 实践出真知 你不经过实践 小先生 我没打过枪 上来以后就表演 我档期就今天 今天这个十点到十二点 我就这两小时 你赶紧拍双枪 你这能拍好吗 你要拍一个打枪 你起码让他去 各种各种姿势 都要练一练 那起码打几车子弹 那就过瘾了 所以张老师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咱们今天跟萨老师 也是聊得非常开心 我们还有很多故事 下集再接着聊吧 好好好 关心军事的人 一定要关注 军武大本营微信公众号 在这里 有局座张昭忠 和各界大咖谈笑风声 有著名军事评论员 每日点评最热新闻 还有特种兵吴星磊 上天下海 带你了解最专业的军事常识 以及最新最火的各项 军事展览盛会 这里都独家全即时报道 现在 即刻关注军武大本营 微信公众号吧 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加号 选择添加朋友 再选择公众号一栏 输入军武大本营 就能加入我们了 在这里